重機鋸遭開最後的石牆 另一頭怪獸也進行開挖 正式打通隧道兩端 總統蔡英文不但親自迎接屏東端的工程人員 還當場捲了一顆貫通石回家 這顆就是台九線南輝公路草譜隧道的貫穿石 未來這條幸福公路通車之後 不但縮短了台東跟屏東的通車時間 還平衡了東南部的區域發展 台九線草譜隧道總長4.6公里 斥資52.7億元 從規劃到興建耗費十多年歷經三任總統 施工難度更是近次於雪山隧道跟八卦山隧道 這次的貫通典禮 蔡英文堅持要親自出席 因為這條道路對她來說也是別具意義 這一條路對我來講也是非常非常有意義 那麼也就是為什麼今天再怎麼困難 我都要來到現場 因為我的家鄉封港就離這裡不遠 從家鄉要回台北的時候 都是走台九線 所以台九線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熟悉的道路 對很多人來講是一條回家的路 對我來講也是一條回家的路 台九線是連結台東到屏東的重要道路 隧道節灣取直 縮短兩地通車時間多達30分鐘 後續工程加緊速度 目標在109年春節前可以順利通車 讓民眾返鄉過節不但更順暢也更加安全 歡迎收看蘇宏傑王長盧台東報導 我會比如說明天的路線 我們喜歡為任何路線 都是這樣的路線 希望當個路線 都能夠安排到 在右邊的路線